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有信心 中国文化可以救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两次技术非常成功 去南在伦敦做了一次 在巴黎做了一次 今年的技术是在联合国做的 但是联合国肯定承认 这是个好的好事情 在台南 在高手 尽快我们办不是办 像以前李老师 利用台中联社 台中联社博习班 就是传统文化 讲古今文学 古文观志 十年讲完 一个星期 一次 星期五 星期五下午 一点钟到五点钟 三个小时 圣年讲完 我们可以讲 取材 圣一学 根之根 欢迎大家来参加 这个有功德 比李老师的 比李老师的 博习班还要殊胜 这是伦理道德教育 现在 道德 伦理 重要 真正能救世界 救社会 一定要伦理道德 中国有 伦理道德的技术 外国没有了 外国只有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能毁灭地球 不能创造地球 我们自己要有信息 中国文化传统的根 就是小尽两个字 所以不孝父母 不尊重的司长 没法自救 那就没救了 只要能孝顺父母 尊重司长 程度再差 都有求 给他讲 能力道德 他能洗手 他能够真造作 佛教的根 也是在家里 今夜三福 第一句 孝阳父母 第二句 风诗司长 说明 佛教的根 成佛自主的根 也是孝顺尊重司 没有孝顺尊重司 佛念的再好 不能往生 这个要知道 我们今天在英国 在巴黎做的这个事情 目标是对全世界的宗教 每一家的宗教 我们帮助它 培养奖 培养奖金 说法的人才 方法 在大学里面是一个 波斯班 叫护学波斯班 学生的资格 是神职人员 担任教学 解释 解释今天的 这些人 每个宗教 两个 三年毕业 一个宗教 两个学生 一个导师 指导教授 三年之后 我们可以培养了 至少三十个 三十个 波斯 头衔的 传教师 我说不能解散 留住 留住干什么 我们学院这个班 提升 我有三十个老师 我可以办个学院 所以我们就改名称 我们挂牌子 宗教教育学院 这个学院 七年 本库三年 说四一年 波斯三年 七年 七年之后 我估计 我们应该培训 有这样的资格的 有学位的 有教授资格的 这种传教师 应该有一百人 到一百五十 有这么大的一个团队 孙子团队 我们再提升一个 世界 宗教大学 帮全世界的宗教 培养 传教的老师 把宗教 完全回归到教育 这功德无量 优优优优独播剧 优优优独播剧 优优优独播剧